來看一下這題喔 他說A點主標是-5 B點主標是3 有一個P點在數線上 而且使得AP等於多少 3倍BP 求X是多少 重點在這句話 老師想請問一下 根據這句話老師可以知道AP 比BP 告訴的是1比3是3比1 因為在數線上內向乘內向 要等於外向乘外向 所以說這時候比例是起3比幾 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麻煩去把這P點主標算出來 但很抱歉 這題有沒有指定說 他就說P點在數線上 所以說他有沒有說過 P點會在線段AB上面 還是會P點會在線段AB外面 有沒有說 沒有 所以說像這種沒有說明的題目 麻煩要怎樣 自己幻想 來 首先老師先討論 B點在線段AB上面好不好 比如說A點主標是起-5 B點主標是起-3 行不行 好 麻煩你把線段AB連起來 連起來說P點在數線上面 行不行 老師先假設好不好 P點會在線段AB的上面 行不行 好 所以說P點主標在這 這兩段比例是起-3 比起-1 麻煩你求出P點做標怎麼算 來 麻煩你把它算一下怎麼算 麻煩你 先把分部分 3加A四起-4 分子部分把它計成交叉相乘 1乘負-5 加上3乘3 9 所以算出來是四分之四 即-1 在 第二種情況 要是P點在線段AB外面呢 一樣 你看 假如說A點在這 B點在這 那P點在外面 其實說P點可能在 左手邊 對吧 那P點 也可能在 右手邊 有這兩種情況 這樣行不行 好 假如在在 右手邊 老師可以知道 這AB比BP 題目給條件四起-3 比起-1 告訴我合理嗎 這個1居然包住3 合理嗎 不合理 假如說第二種狀況 AP 起多少 BP 四起-1 3比7 1 可不可以 可以 麻煩你求P點坐標怎麼算 來告訴我 A點坐標是-5 B點坐標四起-3 我假設 P點坐標四起-3 再觀察一下 這是3這是1 可見這邊是幾等分 兩等分 所以告訴我 誰是分點 這時候B是不是分點 所以分點怎麼算 去把2加1是7 3 分之交叉相乘 1乘-5 加上2乘2S 2乘S是幾 2S 算出來等於幾 3 所以蘇老師可以知道 -2S為等於幾 9 所以一怪是幾 14 X就是7 7 所以說這裡有幾 兩個答案 所以說等於1或是7 7 OK